他是山王工业真正的领袖 面无表情的外表下面藏着一颗强大的心脏 不管泽北与何田多么优秀 他才是全国冠军的定海神针 同时他也是漫画中为数不多的传统型空位 拱手兼备,实力不凡 本期SD人物志 我们就来聊聊这位低调的山王队长 申金一成 自从加入山王以来 申金已经随队得到过两次全国冠军 去年他们在半决赛与海南相遇 负责电防海南黄牌阿牧的正式圣金 比赛最后四分钟 山王采用了和林南一样box1的防守策略 能够和阿牧一对一 足以说明山王对圣金防守能力的信赖 尽管阿牧通过变现看似突破了圣金 但在联防的影响下 圣金很快便将阿牧的球盗走 由于海南的王牌被限制 在剩下的时间里 海南全队只得到四分 并最终以30分的巨大分差 完败给王者圣王 可以说圣王此战的胜利 圣金的防守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在遇到湘北之前 圣金所在的山王均未尝一败 不过别看圣金已经成为山王的队长 但他的性格从外人看来甚至有些古怪 尤其是他的说话方式 总会在每句话的后面加上一个语气词 显得十分刻意 有时还会弄错语气词 这让赶来采访的向天迷生 尴尬这么多饭了 虽然看上去有些中二 但他对待比赛的态度可是相当认真 即使已经看过一遍录像 还和大学生打了一场模拟比赛 这位山王队长还是要求所有人 再看一遍湘北的录像 或许这也是湘王尝胜的原因之一吧 在观看录像的时候 圣金注意到了湘北大矮个字空位 工程 这种矮小快速的后卫 恰好是圣金最不擅长防守的类型 不过圣金一眼就发现了 工程不擅长远射的缺点 以及自己可以利用身高差得分的优势 分析能力可谓是相当不错了 反观工程两天这边 当他得知自己将对位生金的时候 表现出满脸惊恐 并对自己产生强烈的怀疑 这在以前面对腾正和阿牧的时候 都是没有出现过的 可见在工程心里 圣金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双方比赛一开始 圣金的防守就让工程感到压力 这导致工程被医治仓断球 但随后工程很快便把球反抢回来 并和一幕打出了漂亮的空间 齐齐伤亡成功 这一球让湘北士气大震 也震惊了全场许多人 可圣金却不为所动 轻描淡写的并用一记中投追平的笔分 连安西教练都对圣金刮目相看 接着到了湘北三井社的表演时间 三井一改往日的慢热 这比赛初期就连续命中三个三分 还助攻赤木取得一记两分 但这样出色的表现 并没有让湘北初期领先太多分数 而帮助湘王稳住分数的功成 其实就是这位上王的队长 每当湘北得分之后 圣金总能波澜不惊的 助攻队友挽回分数 这才是一名合格的空位和队长 赢尽的本分 随着比赛终于到下半场 完全体伤王的实力才终于展现出来 圣金先是助攻泽北 帮助伤王完成反超 然后配合队友对工程进行紧闭防守 导致工程连球都传不出去 失去了发动机的湘北 很快便被伤王拉开分数 这期间虽然安西和工程做了许多尝试 偶尔会有摆脱圣金紧闭防守的时候 但圣金对工程的压制是毋庸置疑的 甚至必得工程使出不擅长的远头 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当然这一切早已在圣金的计划之内 直到阴木再次点燃湘北的希望 场上局势也再度发生改变 不过在三井下半场命中第一季三分时 圣金迅速还以一季三分 帮助伤王短暂稳定行事 只不过后面伤王依然没能招叫住开挂的演员三井 和逆天的篮板怪兽阴木 分岔一步一步被缩小 这让向来沉稳的圣金也有些慌神 不经意间在工程身上故意犯规 这几乎是圣金不曾有过的情况 队友和教练都有些惊讶 比赛的天平逐渐向湘北倾斜 作为领袖的圣金 开始鼓励队中的两员大将 泽北和和田 随后泽北和和田也不负众望 再度将分叉拉到十九分之多 接着刘川峰的觉醒 再度让比赛产生变数 两队的分叉再次回到十分以内 此时的湘北虽然气势如虹 但圣金反倒是变得更加冷静 阿姆这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小心而工程 当队手们都以为有机会的时候 圣金便会开始行动 看来帝王墓对圣金的阴影不小啊 随后圣金冷静地打掉了工程的球 这也导致櫻木为了救球受伤 给湘北下场败于爱河埋下了种子 一赛最后时刻 圣金不再放任泽北单打 而是将球权握在自己手中 一记漂亮的突破分球 助攻和田完成灌篮 让湘北明白了什么才是最强伤亡 当三井投入那几神仙四分球后 作为队长的圣金 把所有队友都招聚过来 在他的安抚之下 伤亡重新使回王者的信心 哪怕在湘北反超比分之后 圣金作为全队的定海神针 没有一丝慌乱 仅用一个简单的手势 就布置好战术 随后助力泽北再度将比分反超 只是可惜的是 最后幸运女神 并没有站在自己这边 随着一声哨响 圣金只能一脸落寞地 吞下加入伤亡以来的首场失败 比赛结束后 圣金似乎对输给湘北 没有太过介怀 但是想着该换什么样的语气词 果然骨子里就是个中二少年了 圣金作为全国冠军的队长 篮球的实力可以说毋庸置疑 甚至一度被称为SD第一空位 首先是进攻方面 拥有一手不错的中远距离投篮能力 突破能力也是可圈可点 当然作为空位 最值得称到的便是他的助攻能力 整场比赛 圣金有高达9次助攻 反观同样称为传统空位的攻城 助攻次数值5次 得分也不如圣金 两者的差距可谓是相当明显 然后是防守能力 漫画里圣金给人的第一印象 其实就是他的防守 防守的压迫力 优秀的体能 以及冷静的判断力 让他屡屡抢断对方求全 即使单面阿牧这样的顶级空位 圣金也丝毫不处 不过林巧琴的后卫反倒成了他都软肋 如果攻城有足够强大的远射能力 相信圣金应付起来就不会这么轻松了 最后是他的精神力 圣金拥有绝对强大的领袖气质 他总能将队友紧密地团结起来 而队友也完全信任他和服他 比如当泽北精力不集中时 圣金会先警告他 然后实在不行就真的将黄牌换下去 即使是SD第一人也没有太多怨言 同样作为球队的发动机 圣金优秀的大局意识 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助攻 什么时候该帮助队友协防 比如最后刘春风反超纳球 尽管圣金最终没能把刘春风拦下来 但你能看出他身先失足 临危不乱的大局官 这点就和队里的卧底松本 形成强烈的对比 下面是圣金一城的数据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